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英雄日常 我知道 我知道你們呢 一直都很想要看槍 是不是啊 你們的留言我都看到了 觀眾最大好不好 那為什麼要回來玩Nerf了呢 想當初呢 半年前 玩Nerf的起因呢 完全就是因為殷屍路 那個時候呢 看到他們在冒險的時候 拿到這樣子 在那邊走 那種感覺真的是太帥了 那為什麼現在要買了呢 葛倫死了 相信有在追劇的呢 懂意思就是懂 不懂意思就不要雷你好不好 自己去看 當你在看這部戲的時候呢 你就要拿著一把槍 然後很緊張的有沒有 跟著角色進入那種情境 你知道嗎 好 廢話不多說喔 那今天這一把呢 叫做 舊式系列的荒狼之火 哈哈哈哈 名字還蠻中二的 我喜歡 荒狼之火耶 怎麼可能會不搶 是不是 那它是一把電動槍 所以它需要裝電池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這種充電電池了 所以就不用擔心了 永遠都是足夠的 好不好 好 馬上來看看裡面 好 我們可以看到喔 其實蠻輕量型的 跟我之前開的比起來呢 算輕型的武器 與其說很輕 倒不如說它後面其實是沒有什麼重量的喔 挺薄的 你們自己看 後面是蠻薄的 所以沒什麼重量 好 那還有我們10發的子彈喔 沒了 以上 那這次的子彈呢 它是搭配這次的機身而設計的顏色喔 黑白 好 那其實呢 老樣子喔 一個10發裝的彈夾 然後呢 取彈夾的設計沒有太大的變化 一樣是 你按這個鈕呢 彈夾就可以拿掉了 那我們機身上方呢 一樣是有一個觀景窗喔 那你卡彈的時候呢 可以從這邊 取出 那它一樣是有一個保險裝置喔 當你打開的時候呢 就沒辦法擊發 基本構造是 那它這一次的彈夾呢 其實還蠻鼓溜的喔 我剛剛其實手不想像這樣子用下去 它就滑下來了 所以當你搭配有兩個彈夾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帥的換彈夾 射完之後呢 直接 退掉 直接再補一個上去 非常的華麗好不好 我真的都會不小心把它發射出去 你的宗旨就是不要去碰到了 好 那它的電池盒呢 是在這個地方喔 4顆 3號電池 那我們之前買的充電電池呢 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好 那我們現在感受一下馬達在跑時候的聲音 很不錯 感覺 又是一把小鋼砲來著啊 還不錯 哇 好懷念的聲音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來裝我們的子彈 十發的彈夾 十發的彈夾 還不錯 跟我之前很喜歡的那一把小鋼砲是一樣的道理 它馬達在運轉的時候呢 你可以 連續的扣下板機 自己去控制那個頻率啦 好不好 相信不用我講 大家也可以抓得到那個感覺啦 好不好 所以呢 它不是屬於那種拉打式的喔 一拉一打這樣子 它也不是屬於那種電動推彈式的喔 就是你在馬達的運轉過程中呢 當你扣板機按著 一直按著的時候 然後它馬達是這樣子 也不是屬於那一種的喔 完全就是屬於你 馬達加壓的時候呢 你扣板機一出去 它就是把子彈推出去 就出去了 所以呢 這種類型呢 是我最喜歡的喔 因為它可以在短時間內呢 射出去相當多的子彈 好的 不免俗呢 要來一個實際演練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模擬情境是這樣子喔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兩具殭屍好不好 兩個walker 那我現在呢 就要在距離差不多 三公尺的地方喔 要瞄到這兩個小傢伙 那當然呢 我沒有在十發之內呢 放倒他們兩隻的話呢 那我就掛了 我就死了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來放倒這兩隻殭屍囉 開始 耶 成功了 耶 成功 太強了 我真的是太強大了 好的 各位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這樣子啦 還不錯 有一種殷屍路的感覺喔 那在最後呢 一樣是跟你們講一下喔 在我當兵的期間呢 每個禮拜六的晚上五點呢 會準時上傳我和嘉義的轉蛋私房這個單元 當兵呢 也是有影片可以看的 千萬不要忘記我喔 好 那今天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喜歡 如果想要看更多這種東西的話呢 記得幫我訂閱 那我們就下回再見啦 自由